新台北市举办的2876周年纪念会 却发生推积的冲突 这一群人直接闯进 台北市长蒋万安 他致辞的台的后方 整个打断 而且大喊杀人凶手 下跪道歉 形成一阵的骚乱 那时事评论员谢寒冰 他就强调说 28对民进党像是政治提款机 最可怕的是 全动法好像又要回到动员 看乱时期一样 总统他英文 如果真的有心 你想要做个转型争议 如果真的有心 共同面对错误的话 那为什么到现在 有一些临宅邪案的档案 你还是不公布呢 国安局说要保密到2041年呢 更直言 而且现在最可怕的是 经过了76年了 我们现在好像又回到原点了吗 好 其实来看 是28基金会执行长 年薪将近200万元 杀人黑历史也曝光 先来看这是呢 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杨正龙 好 其实呢 他50年前曾经杀人 斧头砍导师的头部 假设上了大学 已经吐销了罪名 他说他那个时候 为成年自己呢 50年前年少叛逆 跟老师处得不够好 那个时候思想比较偏激一点 那其实根据了28事件纪念基金会 财务资讯所显示111年度 执行长预算是195万元 换句话说 平均月薪16万元 前行政院发言员呢 陈宗燕 好 包含了 他就说陈宗燕是董事 那台湾激进桃园党部 顾问 蓝士博则是副执行长 摊开这些人啊 来看看这些人的背景 PTT网友就说了 党最爱这种的啦 也有人说党不会跟你说的事情 这种杀人魔 结果在吃香喝辣 杀人犯检讨 28事件的凶手有脸吗 也有网友说塔律班执政日常 越恶心的爬越高啊 这就是民进党的转型正义啦 好 不知道大家 解放大家怎么看 来 欢迎在我们的YT聊天室留言 来 你看到这种这样的一个背景啊 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你能够认同吗 好 总统蔡英文其实有说 要让台湾人尊严的火 是纪念228最好的一个风势 那副总统赖清德则说呢 放下一切的政治对立 要团结面对威权主义的威胁 立法院长游锡坤 他则说呢 希望能够记得历史的真相 而且珍惜 得来不易的民主成果 立委苏巧会则是说 有真相才有和解 要离清历史 要继续来做 那台北市议员呢 陈怡君他则说呢 逃避一时 逃不过一世的啦 蒋万安要真诚的道歉 取得受害者后代谅解 那台北市议员呢 秦惠朱则说 这是蒋万安的一门功课 一定得要面对 好 另外同步也来关心 其实志文集大使 塔玛民进党到现在 你还在操弄政治228事件 继续在伤口上头撒盐 就是为了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世界上各国都有发生这种 这种内部的自己人的这种 这种族群之间的冲突 造成流血冲突 非常多 没有一个政府像民进党政府这样 天天拿出来干嘛 做政治操弄 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然后在这些族群之间 已经融合的族群之间 再把历史问题干嘛 撒盐 然后再怎么样 再把他那个伤口再切开 然后呢 再把他渲染 而且现在渲染的非常的离谱 你知道 今天一定要把他归纳成 是一个大屠杀 一个政治的大迫害 我最近看一个在讲28的时候 我一看说 这跟28无关啊 这是白色恐怖 你想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 基本上是针对当时 国民党政府来说 肃清共产党 在台湾岛内的共产党 他那时候根据动员开战 临时条款 把这些共产党都叛乱分子 依法把他们都枪决 枪决了一千多个人 这些是被枪决的 有些是没有被枪决的 枪决的里面有九百多个 最后现在这个名单 都出现在中共的八宝山的 国家公墓里面 是中国大陆名列的国家劣势 他们就是大陆派来做间谍工作 所以这个白色恐怖的话 事实上的话 你如果反对的话 可是在那个时期 他是透过动员开战临时条款 宣布戒严 然后肃清匪帖条例 这些一个一个的法律 然后依据法律 然后对于共谍 除以的法律上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结果 那这个是可以争论的 可是你现在要把二二八 跟这个共谍里面 这个是扯在一起 然后把国民党的政府 讲得一塌糊涂 那我们今天讲说 在当时时空条件上 你如果说 共产党在台湾 他的共谍成功的 把国民党的政府颠覆 台湾现在通通是共产党的 那你还有你还有你民进党 今天在这边 民主自由 有这个份吗 没有啊 所以那个时候时空条件 你现在一定要拿来不断 而且混淆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 我们台湾的历史四百年历史 不缺族群的这种戒斗 我们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在我们台北市发生了张权大戒斗 叫顶下交拼 自此以后 泉州人才往现在大龙洞 重新开另立门 另开辟一个港户 这个我们要 我们今天在台湾这个地方安身 我们要把这些会发生 任何的族群的这种冲突 我们是要去化解 我们是要把它怎么样 弥平 我们要避免将来继续发生 你们这些民进党在搞什么 在历史的伤口上 做错误的解读 做政治的这种 把它当作政治的提款机 不断的在那边撒盐 不断的在那边切开伤口 让它继续发来 对台湾有好处吗 只有对你们民进党这些人有好处 好 二二八事件七六周年 花莲县唯一在世的受难者 廖比胜 在儿子廖建志陪同之下 参加了花莲二八关怀协会 所举办的追思纪念会 分享深埋心中的悲痛的记忆 廖建志说 父亲选择了帮容 宽恕加害者 从来没有提到这段经历 不过身为受害受难者家属的他 最近看到某些任党 在消费二二八相当的难过 介于俄乌战争尚未止息 他几乎 只要谁先挑起两岸的战争 将会是历史的罪人 战争残害绝对比二二八 他还要来的残酷 主上这个梦梦水 独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光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 帮助睡眠 睡前的三十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来一包梦梦水